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炒猪肝 猪肝冻到半硬不硬的状态 我们切片 先检查一下两面有没有什么血管 要把它拿掉 没有就是上层的 我们切薄片 切好后 我们放清水里淋一下 沥干水分调味 按自家的口味 料酒鲜 适量的盐 糖 老抽上色 最后 放一勺淀粉 淀粉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容易糊 接下来这步很重要 不要忽略了 调味上浆后 一定要隔几个小时 这样才能更好的上浆 不脱浆 我现在是晚上在做准备 要明天中午才做呢 放冰箱 一个晚上都没有问题 那开火前呢 我们要把它捞一捞 炒猪肝要很多油 像炒茄子一样的 油汪汪才好吃 如果你不喜欢油的话 你索性就用轻煮的 白切猪肝也很好吃的 大火油滚滚烫 猪肝下 慢慢的看它一点点变色 可以的话尽量片片翻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挑熟的 尝尝味道 最后猪肝配一边 加一把韭菜 分向天色 那今天我没有买到韭菜 我放的是辣椒 切的薄薄的 做一个四反 最后翻匀 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吃剩的油汤汁 不要浪费了 可以拌一碗面 没有停的 我们再去的麻烦 我没有停的 没有停的 大家也可以在比坦上